大家好,俄罗斯媒体报道 加拿大国防部日前声称 目前位于印太地区的两艘货卫舰 将在近期驶入中国的东海和南海 据悉两艘货卫舰将一直在印太地区服役到今年的12月 加拿大国防部称 他们抵达美国夏威夷后会分头行动 分别前往东南亚以及东北亚海域 虽然说原本在印太地活跃频繁的 加拿大军舰 此番叫嚣要到东海、南海展示军事存在 加拿大过去曾一直跟随美国 在海上四处巡逻 眼下台海局紧张之际 加拿大突然亮出这一动作 显然是针对解放军而来 近期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依旧在持续进行 徘徊在菲律宾海的美国第七舰队 又表明进入了战备状态 这种背景下 作为美国最忠诚的盟友之一 加拿大自然也要借机刷一波存在感 对于加拿大来说 这两艘军舰所能展示的军事存在非常有限 即便真的来东海、南海附近 大概率不敢轻举妄动 无非是做作样子 顺便借机向美国展示自己站在美国一边的诚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美国印太事物协调员坎贝尔曾一度叫嚣 美军舰将在未来数周内穿越台湾海峡 因此也不排除在接下来 美国很有可能会火同加拿大一起组团穿越台湾海峡 毕竟拉帮结派共同向中国施压 一向是美国惯用的手段 更何况加拿大配合美国行动 在台海炫耀武力并非首次 此前加拿大海军的温尼伯号 就曾联合美国的杜威号高调穿越台湾海峡 当时东部战区第一时间也采取了有利措施予以应对 组织海空兵力全程对其进行跟肩警戒 很显然当前的台海局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佩洛西窜台挑起的台海风波尚未平息 此时加拿大若想火同美国前来挑选 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会更加严重 此次在美加军方采取行动之前 解放军率先在南海画下了一片禁区 据中国海事局公布 解放军8月16号在南海汕尾附近海域展开军事演习 相关船只禁止使用 在此之前解放军本月已在南海陆续展开了多场军演 这足以表明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以及南海展开密集的军训 完全是维护地区局势的总体稳定 警告外部势力勿要妄想对中国炫耀武力 这些军事动作有效的确保了台海、东海、南海很长一段时间里 但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打破了难得的和平局面 长期来美国不断向印太地区进行军事辐射 拉拢一众盟友在南海周边展开军事演习 美明契约行使自由航行之权利 但实际上却是变相的向中国秀肌肉 试图逼迫中方在涉及主权和领土的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中国向来不吃这一套 我们从来不是软柿子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笑 他表示在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永远可以相信中国美解放军 因此美国每回联合盟友挑选一次 中国就坚决的斗争一次 从未在博弈中落下下风 所以说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及其盟友 都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放弃以武力逼迫中国让步的幻想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 近日也在加拿大的主流媒体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明确表示美国是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最灰祸首 从培武表示 如果中国不对美方的疯狂举动予以坚决反制 那么美国的主权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本地区的稳定局面也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从培武大使的这份表示 是在指责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错误行径之余 提醒加拿大不要一错再错 因为台海问题不同于其他任何问题 不存在任何试探的空间 倘若有人在这件事上玩火 那么必将落到玩火者自焚的下场 中国大使已经做出了清晰明确的阐述 解放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演习也正在进行中 这其中的警告意味 美国、加拿大等妄图挑选中国主权的外部势力 不可能听不懂 如果其执意装聋作哑 那么秉持着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尊严在建峰之上的观点 我们只好用真理来叫醒这些装睡者 感谢观看